苗栗縣議會17號舉辦臨時會 國民黨團提案 鑒請苗栗縣政府在苗栗施打的 新冠肺炎疫苗必須經過國際認證 才可以給憲民施打 獲得議會無意義通過 這也是第一個國內地方議會 對國產疫苗的不信任投票案引起討論 很多提案的國民黨員 就我所知 不是打過AZ 就是早就插隊打了莫德納 那這些人都已經打了疫苗 現在高端好不容易能夠開放到 讓國內的年輕人也能夠施打疫苗 他們卻要跳出來反對 那我今天就收到非常多的年輕人 跟我表達這個樣子的憤怒 高端疫苗國內預約永約 從16號10點開始開放預約 到今天的中午12點為止 總共吸引41萬9千人完成預約 將他這個月的23號到29號進行施打 預約截止日期前夕 苗栗卻在這個時候通過 反對國產疫苗的不信任案 到底有沒有法源依據 指揮中心下午也回應 有關疫苗施打 都必須遵照中央的規定 來辦理指示